台风杜苏瑞持续发威 北京大暴雨红色预警 停工停业 北京市突然就紧张了 北京发布洪水橙色预警 北运河流域可能出现橙色预警级别洪水 持续关注京津冀极极端强降雨 29日90中国气象局将台风一级应急响应 调整为暴雨一级应急响应 受台风杜苏瑞残余环流影响 河北、北京、天津、河南等地降雨具有极端性 治灾风险高 直击北京今年最强降雨 北京市气象台29日17时30分 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预计7月29日夜间至8月1日夜间 北京将出现大暴雨 西部、南部特大暴雨 京津冀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将达到200至450毫米 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0毫米 北京市防汛办倡导市民减少出行 避免到山区游玩 远离河道、山体、积水路段等风险区域 应对强降雨 北京在行动 直播带您实时了解北京雨情 直击今年京津冀最强降雨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 近期三天北京局地将迎特大暴雨 台风杜苏瑞于29日夜间至8月1日影响北京地区 将给北京带来暴雨到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降雨过程中震风可达7级左右 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 累计雨量大 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降雨量可能会突破历史记录 中央气象台发暴雨红色预警 京津冀迎今年来最强降雨 随着杜苏瑞减弱后的环流北上 7月30日河北、北京及天津等地将出现大道暴雨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 此次强降雨有极端性 治灾风险高 公众需提高警惕 昨天一早 北京的天空就始终处于阴沉的状态 一场强降雨已经到达北京附近 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 已于28日上午9点55分前后 在福建省近江市沿海登陆 并一路北上 中央气象台7月30日06时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预计7月30日08时至31日08时 河北、北京、天津、山西中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有大道暴雨 其中 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西部、山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河北中部延山地区 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特大暴雨250到400毫米 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和南部 湖南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南部 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70毫米 局地可超过100毫米 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北京市发布洪水橙色预警 北运河流域可能出现橙色预警级别洪水 北京市水文总站于7月30日零时发布洪水橙色预警 预计7月30日至8月1日 北京市将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北运河流域可能出现橙色预警级别洪水 城区河道、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流域可能出现黄色预警级别洪水 据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 29日夜间至8月1日 台风杜苏瑞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系统将给北京带来强降雨 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 在杜苏瑞与负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下 北京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降雨过程中阵风可达7级左右 此次降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9日夜间 受热带低压外围降水云系影响 本市有大雨、西南部地区暴雨 半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 第二阶段为30日白天至8月1日早晨 受热带低压主体云系影响 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 降雨具有间歇性 西部、南部地区相对较大 另外降雨期间有3、4级偏东风、阵风6、7级 第三阶段为8月1日白天 本市有小到中雨 整体来看 全市累计降雨量可能在250毫米至300毫米左右 尤其是南部、西部以及城区可能会达到350毫米 个别点位甚至可以达到600毫米以上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先后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根据暴雨橙色预警 此次降雨的主要过程出现在30日08时至31日08时 从降水的空间分布来看 预计北京西南部的降雨量偏大为特大暴雨量级 暴雨是24小时降雨量50毫米以上 大暴雨是100毫米以上 特大暴雨是250毫米以上 预计西南部单点区域降水量有可能达到600毫米以上 此次降雨有极端性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张琳娜介绍 之所以西南部降雨量偏大 是因为此次台风减弱后 低压和暖湿气流结合较好的位置在北京西南部 此外 西部的太行山 北部的阉山对于降水有一定的增幅作用 所以北京西南部降雨量尤其多 北京发布防洪一级应急响应 北京市准备了3万个沙袋 400名工人连夜封堵运河边的每一个祸口 7月29日下午 北京市通州区市级星河明月小区的门口 突然来了一群防汛工作者 他们准备了3万个沙袋和上百台机械 这400多名工人要确保今晚将运河的防洪堤坝完全累成 从北京地铁了解到 自7月30日首班车起至全市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解除实址 一号线八通线天安门东站 天安门西站采取封闭措施 封闭期间各自列车在上述车站通过不停车 此外 前门站A口采取封闭措施 北京市公交集团消息 截至7月30日7时 一是涉及淮柔区的32条山区线路全部停驶 7月30日首车起 淮柔区32条山区线路采取临时停驶措施到 二是市郊线路有9条涉及淮柔区的线路采取措施 其中采取停驶措施7条 采取区间措施1条 采取甩站绕行措施1条 北京公交严阵以待 守护市民平安出行 北京大雨 北京大兴机场及时协助各航空公司 做好旅客后续航班的改迁以及安置工作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北京大兴机场 今天至8月1日白天有持续降雨过程 短时雷雨过程累计降水量暴雨以上 预计本场降雨及航路天气将对航班运行造成一定影响 启动防汛红色预警响应 北京市关闭所有景区 暂停各类演出活动 北京市已启动防汛红色预警响应 根据防汛应急预案 需关闭全市所有景区 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 全市乡村民宿暂停营业 及时劝返入住游客 或将游客转移到安全避险场所 暂停旅行社旅游活动 并进到安全告知提示异务 暂停各类演出活动 暂停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 酒店要提示提醒入住客人 非必要不外出或减少外出 做好相关服务保障 各区各相关单位要对景区关闭 乡村民宿暂停营业 暂停各类演出活动和线下培训等 做好督导检查 督促相关单位处理好 关闭和暂停引发的善后事宜 并及时将关闭和暂停信息向社会公告 中央气象台7月30日6时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西部 山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河北中部阎山地区 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特大暴雨 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关注强降雨进程表 千万注意防范